经过几年对VanLife的研究实践后 我们终于决定改装一辆属于自己的Van 并驾驶它进行一次伟大的流浪 2019年初,我们定下了这台奔驰Sprinter 170长轴距高顶货车 7米长的车身配合2米的内部高度 足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空间需求 而且因为是五座的设计 同样也适合全家出游 3月,我们拿到了期待已久的车 5月开始动工 到8月已经初见雏形 之后的日子里 它陪伴我们在路上走走停停了100多天 虽然还有一些小改动需要继续完善 我还是想带大家看看这辆Sprinter房车 大白兔现在的样子 哈喽大家好,明天我们就要回国过春节了 我想在回国之前呢,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Van Tour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车里我都是怎么布置的 然后把这些车的大概布局都给讲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算已经完成了的 这个大白兔二代大白 现在它到底怎么样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进门呢,现在车里主要分为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就是厨房 厨房,然后灶台啊 包括吃饭的地方 另一个区域就是卧室 卧室区 厨房这里呢 主要看到有这么一个 它叫Galley 它就是一个集水池灶台合二为一的一个位置 我车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用Plywood做的 然后有的是打了frame 有的是没有打frame 这个Galley就是没有打frame的 能看到它分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水池 这个是水池 另外一个呢 是炉灶 这个是电磁炉 我这里边现在放的是一个电磁炉 专门做了一个能够抬起来的 平常电磁炉不用的时候就藏在里边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的餐桌和办公的桌子 这个桌子是装在一个可以旋转的柱子上 这个叫Laguin Table Mount 是经常在RV或者是船上能见到的 然后这块板呢 就是一块普通的Plywood 然后做了一下打磨了一下 然后给它上了个漆 然后上了个油 这样的话 这个板子本身可以转来转去 然后可以各种方向 就是挺方便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 下边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冰箱 这是一个Costco买的80升的12幅冰箱 这个冰箱很大 分这个冷冻和冷藏两个位置 这个柜子呢 也是我们自己打的 它就是一个脚柜 只有在车的这一侧有 因为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睡觉的时候 如果那边也有一个脚柜的话 就会很挡 然后这个脚柜还是非常方便 能放很多东西 这边是装的我的调料 然后这边有我的控制中心 有开关 然后还有很多线呀 电脑啊 软巴头都在这个里边 然后包括里边也有灯 也有灯 然后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 有一部分衣服都在这里边 这里就是Entertainment Center 这里有一个电视 然后还有任天堂的Switch 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看电视啊 或者打打游戏 车顶呢 我是装了14个小的2瓦射灯 然后暖光的 所以显得车里特别亮堂 另外呢 还有两个风扇 一个 两个风扇都是可以同时进气和出气的 而且不怕下雨 这样的话下雨下雪的时候都可以打开 然后可以一个调声进气 一个调声往外出气 或者是有一个 这个开着另外一个关着 这样都可以 这样就能保证车里边有足够的通风 床下是一个厕所 这个是Putter Potty的一个 这个Cassette Toilet 它就是里边用降解液来降解的厕所 然后把它固定在一个可以拉出来的一个base上 这样的话平常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 然后用的时候就给拉出来就好了 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座 然后这个底下也是一些储物空间 有recycle啊 有一些让你帮忙的东西 但是主要还是有一个淋浴的设施 这就是一个淋浴喷头 然后接到有一个水箱上 然后打开这个开关就是有一个水泵 然后它就能够喷一点水出来 这个淋浴呢实际上还没有做完 只做了一个这个喷水的这个淋浴头出来 现在还是需要能够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浴室 这个水池的上下水呢 是独立的两个水桶 就在这儿 一个是干净的上水 一个是脏的下水 然后就装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水泵 水泵会把干净的水抽上来 然后进到水池 然后走到下水 这样的话我换水的时候就每一次就把干净的水 加满然后把脏水倒掉就烤了 床 床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一个IKEA的一个折叠床的床垫 然后我照这个床垫的大小做了一个床板出来 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些这个储物的箱子 这样的话平常我们睡觉旁边就可以放一些手机啊 然后里边放点东西 所以本来车里的储物空间呢就是比较小 所以当然要这个分寸必争 才能把空间给合理的利用起来 从这个角度比较好看到床是怎么set up的 一张床占了整个车后面大部分的位置 我们两个就竖着 竖着睡在这 竖着睡 这样位置是够的 我们因为我们个头比较高嘛 横着就睡不下了 好 好 好 不 好 好 那么电路系统呢 我们有这些东西 主要的是有一个200安时的一个锂电池 然后接在一个MPPT的Solar Charge Controller上 我车顶现在有400瓦的太阳能 同时呢 还有一个600瓦的一个inverter和一个3000瓦的inverter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inverter呢 我当时考虑就是平常我就只开着600瓦的3000瓦的 平常也用不到 但是如果是需要用到微波炉啊什么的 我就把3000瓦的打开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必要 然后还有一些relay 12伏的DC relay 然后一些灯 等等这些设备 能看到后备箱的话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个床下的这个位置 这个床下的这个位置我们叫做garage 就是平常放一些平常需要这个不需要不太需要拿到的东西 就是说行李呀衣服呀 然后还有一些工具呀一类的 当然滑雪的时候嘛 滑雪的时候我们就放一些滑雪板 放一些这个滑雪用的东西 就是很大很平常不太需要用到的东西 有的人老问我 可能是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了 就是你在车里到底怎么取暖 实际上在车里取暖的话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最好用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用柴油的暖气 你看这是我这个今年刚装好的一个柴油暖气 它是这个淘宝买的才大概100加币左右 但是非常好用 它就是可以从我的柴油油箱里边把油抽出来呢 之后燃烧加热空气 就和家里的暖气的效果是一样的 热效率非常高 大概四个小时左右用一升油 一晚上可能睡一觉可能用两升柴油 那肯定又会有人问了 Tom你们住在这个车里边这么小的空间 到底够不够 然后不会觉得很憋吗 然后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实际上这个车的大小不是我住的地方最终的大小 我住的地方是这个车能够带我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车本身呢 满打满算10平米的空间 可能最多12平米的空间 居住空间吧 你说真的够吗 我觉得是够的 你和香港 你和北京 你和上海 那些很小的房子 你和很多还在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这个住所比一比 它可能真的不算小了 而且它能带我到 带我们到更远 带我们到更开阔的地方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住在家里边 绝对感受不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的 所以真的在车里 我是一点不觉得很憋闷很憋屈 好 那今天 Van Tour就到此结束了 多谢大家观看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一定要健康啊 尤其是最近各种出事情 所以大家身体一定要健康 保重身体 拜拜 哈喽 B站和YouTube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Pika Van Life 我是Tom大神 我是Barbie 2019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一年 在历经几年对Van Life在摸索之后 我们终于改造出了一个符合我们心意的Van 并且开着它在北美自驾生活了一百多天 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 而且对Van Life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2020年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房车改造 以及北美自驾生活的心得 B站的小伙伴也欢迎一键三连支撑我们哟 欢迎订阅 请假订阅